这条黑龙一出生就克服自己的母亲 被父亲抛弃 失去巨龙守护的幼龙 瞬间被一条两米半的大蛇给盯上 我警告你啊 你别再追了 要不然老子今天就顿了你 叮 恭喜完成隐藏任务手杀 奖励天赋点一 宿主当前品种 巨龙 黑龙出生体 评价 战武渣都比不上的渣渣 好困难 正当林星辰睡着的时候 两只身体长一米左右的恶蓝 顺着讨舌的鲜血味道寻到了龙洞 但龙洞里面的一只 是他不如讲龙洞 就这样过了一夜 林星辰的龙区暴涨了武林 而洞外的两只恶狼 最终抵挡不住进食的御王 他们冲进龙洞却发现 只有一只落单的幼龙 这对于恶狼来说 简直就是天降机缘 如果吞食幼龙 他们的体内将会拥有巨龙血 成为亚龙兽 握你马 你给老子松开 就你会咬 老子也会 轮到你了 小崽子 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 奖励血脉入品 血脉提升 体质加实 力量加实 敏捷加实 精神加实 丁 天赋点不足 提升失败 需要多少天赋点 可以提升初级天赋 初级天赋提升到终极 需要天赋点十点 丁 主线任务 第一次狩猎 任务要求 主动完成一次击杀 奖励天赋点 天大地大 吃饭最大 丁 杀死爬虫一只 获得龙血 血脉进化系统正式开启 血脉值加0.001 杀死爬虫 我只是吃了一个果子而已啊 难道说 这果子里边有虫 但是这0.001的提升 也太坑爹了吧 丁 完成第一次猎杀 奖励天赋点 鉴于宿主 已经可以独自完成击杀 新手保护期结束 龙洞龙威 将在十天后消散 当夜森林内的生物 可能都开始兴奋了起来 一只鸭在众野兽心头的那种龙威 正在逐渐消散 许多兽类蠢蠢欲动 这丛林霸主 也是该换个生物来做做 一只鸡还敢在老子面前炸锚 老子这一举必须大吉大利 今天就吃你了 你不是牛逼吗 你不是有翅膀会扇风吗 你过来啊 大公鸡看得出来 林星辰才刚出生没有几天 所以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双召跑地快速地出现 过来 坤坤 反正你击不破老子的防御 而老子只需要给你一下 你就完蛋了 这坤坤体内蕴含的龙穴比虫子高多了 要是吃什么补什么的话 自己应该多杀点鸡来吃吃看 毕竟在空中自由飞翔什么的 光是想想就感觉很爽啊 随着龙 许多野兽聚集在龙洞外 他们迫切想知道那只恶龙 是不是真的不在 诶 你大爷 给我干哪来啦 雾草 这是怪物工程吗 系统你不是在玩我吧 这么多怪 这我哪能顶得住 龙危十天后消失 龙危消失的时候 自己肯定得凉凉 算了 能多活一天就算一天吧 接下来的十天 每当林星辰缺食物的时候 洞外就会有野兽进入 只要是看见林星辰 全都会红朵眼珠子冲来 但他们的下场 无一例外 听到林星辰的肚子 他的身体也从三十公分 长到了半米高 丁 龙洞龙危消散 激活主线任务 请在三十天内 成为丛林中的王者 完成任务 奖励龙珠一枚 没有龙危压制 野兽们特别疯狂 一瞬间死掉 一瞬间死掉 谁都想要成为这片森林的老大 新的王者 而冲入龙洞内的野兽更多 野兽们看不到林星辰的身影 但却能够闻到林星辰身上的尾 野兽们自将自杀 整个龙洞都已经成为了战场 谁都想杀死这刚出生的黑龙幼崽 丁 完成十杀隐藏任务 奖励天赋点五 叮 恭喜宿主完成百杀隐藏任务 奖励天赋点十 我记得要提升天赋 需要十点天赋点吧 给我提升天赋 丁 天赋力大无穷 提升至终极 被动效果提升 一股突兀的力量 在林星辰体内诞生 让其不受控制的八重路 巨龙洞路由人向彻整个龙洞 听到如此吼声 大部分的野兽全身颤怒 他们生活在恶龙的淫威之下 太长时间 这样的吼叫 唤醒了他们心底的恐惧 丁 恭喜宿主血脉提升至九品中阶 体质加石 力量加石 敏捷加石 精神加石 表现 不服事吧 老子就拿你来 杀鸡紧猴了 敢伤你家龙爷 看老子不嘎了你 记同你什么情况 这里的野兽全都沉浮了 任务该是完成了吧 丁 丛林内依然有可以威胁宿主的存在 请使之沉浮或击杀 里面的骂漏 给我听着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金刚的智慧明显比其他野兽要强得多 在被林星辰击飞之后 他立刻表示出沉浮的姿态 林星辰买了眼头 没有继续对金刚动手 直接转身离开 真是活地啊 好来给我一拳就完事了 不干点其他的了吗 今天是上半的好日子啊 今晚加餐 吃点海鲜 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龙珠一枚 请问宿主是否现在接收 等我回去了再说 系统 把龙珠给我 请问宿主是否接受龙珠传承 接受 一股记忆瞬间涌入林星辰脑海之中 里面记载的全都是关于龙族与整个大陆的知识 原来是这样 荒谷大陆广袤无边 四面领海 机械族 兽族 地下族 海洋生物 奇特生物 这是怎样的世界 不过相比较而言 现在的我太弱小了 老爹也真是的 自己不把事情做利索 反而要我来给他擦屁股 还好距离不远 兵 触发生存任务 逃亡 警宿主努力活着 任务奖励 活着 失败惩罚 无 逃亡 任务奖励活着 这你们 系统啊 我就是一个 出生体的小家伙 你至于这么折腾我吗 你竟然敢跑出来 你谁啊你 我是伟大的红龙贝里 我的父亲杀掉了 你那弱小的母亲 现在你将要死 在我的脚下 你的意思是 你爸杀了我吗 对 现在伟大的红龙 命令你们给我杀了他 嗯 这小家伙这么厉害 这不科学啊 丁 击杀野兽一只 血脉值加0.08 击杀野兽 血脉值加0.1 丁 丁 丁 系统提示不断响起 证明了零星辰击杀 那些野兽的速度 多快 肮脏的黑色爬虫 还敢反抗 真是找死 肮脏的红色爬虫 早晚有一天 我会杀了你 连同你那个肮脏的爹 所有跟你有关系的巨龙 全都要死 这是我林星辰的誓言 听到这话贝里的目反向 名字只有巨龙在成年的时候 才会被祖龙赐语 而这个家伙才只是出生体 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身上肯定有秘密 这一刻贝里 这一刻贝里决定要抓活的 你脑袋是不是瓦特了 老子都要嘎 你全家了 你倒兴奋起来了 敢跟老子大呼小叫的 走 小弟们跟老子去把地盘抢回来 零了零了零了 丁 血脉直满 请问是否提升血脉品级 提升 丁 恭喜宿主 血脉提升成功 血脉进阶到酒品高阶 力量加实 体质加实 敏捷加实 小子你跑不掉的 海族 你该死 愚蠢的巨龙 该死的是你 你是牛牛吗 跟我走 否则 我会强行带你走 你 过来背着我 这是什么操作 把我当奴才了 算了 只要完成那只成年铁 红龙下达的命令就行 丁 装十三成功 天赋值加二 啥 装十三还能加天赋值 丁 只有在比自身实力强的生物面前 装十三就可获得天赋值 获得数值多少 以实力差距为基数 丁 触发任务 逃脱 任务奖励 真实之眼 失败惩罚 五 这任务不错啊 喂 牛牛过来 给老子按按脚 你最好不要挑战我的忍耐性 我还就挑战了 怎么样 来打我呀 队长 我们即将接近目标 降落 我们只需要弄清楚 他们是为了什么打起来 不要惊扰到他们 是 队长 编号 编号五千六百八十七 呆在你的洞窟内 不要乱动 这里是机械东北号 编程第九小队 正在执行巡逻任务 呦呦呦呦 是机械族 原来你叫五千六百八十七啊 快跟我说说 这些机械族 是什么情况 说你吗 你 我一 滚 你竟然敢辱骂 高贵的巨龙 这里有巨龙 快联系上边询问 队长 盘踞在这里的壮年体巨龙 已经确认死亡 刚才的龙吼 应该属于一只出生体黑龙 总队已经给我们下达了新的任务 要我们务必把那只出生体黑龙 完好的带回城内 出生体吗 很好 动手 抓到这只出生体巨龙 咱们整个小队都可以鸟枪换炮了 五千六百八十七 把巨龙交出来 这是你自己找死的 我可救不了你 去年人 果然是出生体的黑龙 发达了 带上他马上撤离 放下他 否则你们全都死 红龙贝利 你是想要挑起战争吗 凭你们就想挑起战争 你们还真是高看了自己 接泄族的一个巡逻队而已 嘎了就嘎了 高贵的巨龙怕过谁 33923小队坚持住 援军将在两分半后到达战场 务必要确保出身体黑龙的安全 是 33923小队必将完成任务 丁完成任务 逃脱 奖励真实之眼 一切虚妄都无法瞒过这双眼睛 可探查其他生物属性弱点 凌星辰低头看了自己一眼 弱点什么的他没有找到 却找到了他身上的另外两个物件 在不断闪烁着波动 丁探查到红龙意念和机械族跟踪器 我上早发 怪不得他们都不来追 原来是在我的身上安装了跟踪器 最终小队在付出五名这些信用的前提下 成功阻拦了贝里两分半 迎来援军的支援 而贝里与八分半进攻来源的机械 因为现在他已经察觉不到 留在凌星辰身上那股意念 队长 接到新的命令 上边要我们马上带那只黑龙回城 好 我们去追 该死 跟踪器被那只黑龙发现了 队长 咱们现在怎么办 要是那黑龙逃了 我们就死定了 还能怎么办 快通报上边 我们分头追 是 队长 随后的几天 生活在沼泽里的鳄鱼算是遭殃了 无论大小 全都沦为了凌星辰的食物 它的身体又长了十厘米 达到了1.6米的长度 不过 作为犯了错的33923巡逻队幸存的那两位 可就没有那么好病 直接被机械族永久流放到牛腰洞窟这里 直到找到凌星辰为止 今天我们就翻遍这个沼泽 把这里的生物全部杀掉 那黑龙是出生体 它需要大量的食物 如果没有了食物 我就不信它不出来 这不是八爪鱼吗 可恶的黑龙 你要干什么 真是傻得可爱 你们想要抓我奴役我 你说我想要做什么 丁 鸡杀鸡械族 获得血脉值0.7 鸡械族果然是更高级一些的怪 获得的血脉值比那些杂鱼好多了 艾坤铠甲 合体 经过半个月 林星辰的身长已经长到了凉鱼 这是一只体型如猛虎般 头顶有紫色独角的猫科动物找上门来 小子 这个地盘老娘看上了 识气的赶紧滚吧 咦 这只脚猫妖 这妖兽应该只不少血脉值吧 肉应该也挺好吃 我你们叫个屁啊 丁 鸡杀初级妖兽 获得血脉值加5 报告队长 没有找到黑龙幼体 这是龙族的生活痕迹 这里有黑龙的气味 他还在这里储存了食物 肯定没有跑远 追 这次一定不能让他跑掉 谢老板 你们想不想获得巨龙的友谊啊 滚住下 真羡慕有爹娘的幼龙 起码天天能吃饱饭 不像我吃了 上顿没下顿的 咦 这是啥 传承记忆中 貌似没有记载 关他的 反正巨龙 不会那么容易死 就算有毒 估计也没啥事 丁 吞服棒猪 血脉值 加0.5 吃饱了 如同老六八 每次出手 都是一窝东西 给大螃蟹留抱信的机会 就这样在地下空洞内 嚣张了两个半星期 打劫了上百个棒猪 丁 血脉值达到满值100 请问宿主是否提升血脉等级 提升 丁 血脉提升成功 力量加实 体质加实 饮洁加实 精神加实 宿主目前血脉等级为9品高级 该死的机械族 赶快本龙好事 既然你们想战 那就战 大哥 小贝里很生气 应该是跟机械族有了冲突 你真不跟着去看看吗 孩子大了 让他自己去闯罢 我可是看着那小家伙长大的 你不去 我去 你去活动活动 筋骨也好 红龙 机械族 海族 三方大战 一众妖兽 海兽 打得不可开交 而惹出这场大战的罪魁祸首 却在地下滋滋地观战 挨我去 这笔科幻大片好看多了 我是不是应该去补个刀 你好 兵获得血脉值0.5 冯龙 机械 海族打得了 而林星辰却当起了 6 每当有掉的罗魁祸 还没完全死 他就不上身 丁 血脉值达到满值 激活血脉任务 请宿主击杀一只高级妖兽级别生物 任务奖励血脉等级提升 任务时间无限 高级妖兽的实力 可是跟十米伸长的 又生体巅峰巨龙相当的 要是有特殊天赋的 更是难产 你让我这条两米半的幼龙 怎么搞 有海族参与战斗 事情已经不可扣 必须马上驱离红龙背里 第12138战斗小队 请求使用低级禁忌武器 准许使用低级禁忌武器 机械组 你们找死 该死的钢铁虫子 快撤 机械组 你们该死 有种不要逃 停下 否则我打的你妈都不认识 地加吉吉甲 你们还真是瞧得起我贝里 老子不动你 是给你父亲面子 不是因为你这小卡拉米 贝里 你小子也有今天 54250 老子记住你了 随时恭候 是你自己走 还是要我送你走 哼 我们走 把这些家伙都给我拖回去 救我 救我 丁 击杀高级妖兽 完成血脉任务 血脉提升 力量加20 体质加20 紧急加20 精神加20 觉醒八品 血脉天赋 血敏 可提升本体三分之一敏捷 还好没被发现 要不然又得跑路了 你是盖亚的孩子吧 啊 您是谁啊 快出来吧小家伙 我欠盖亚一份龙情 想要还给他是不可能了 但可以还给你 因为你是盖亚的孩子 听这小红青蛙话中的意思 盖亚应该是自己的老娘 可你就是这么还人情的 把粉龙的食物都给弄没了 去北方吧 北方边陲是被巨勇掌控 在那里你才能活下去 走吧 说好的还人情呢 怎么人情这么不值钱 指明个风向就算完事了 兵激活主线任务 前往北方龙城 任务奖励未知 时间限制 一年用时越短 奖励越丰富 敢欺负我火龙岭的少主 风海三天 小家伙 我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 你们给我等着 东北边陲三号机械城 你们黑龙哥现在只是战略性转移 等黑龙哥实力足够 一定踏平你们的城 什么情况 不会是被发现了吧 队长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是在这片方圆百里的地方 驻守30天 主要负责防御妖兽与巨龙 知道了 分算巡视 有处理不了的情况就发现好的 这些家伙要在这里 住手一个月 该不会是故意把老子给养起来了吧 二级警报 所有小队马上到64389区域集结 重复一遍 二级警报 所有小队马上到64390区域集结 马上出发 我是去看看呐 还是去看看呐 壮年体巨龙的声音 是一个落难的同胞 我该怎么办 你们敢动我的孩子 我要你们全部都死 兵触发支线任务 拯救或毁灭 任务要求 拯救或毁灭蓝龙的孩子 任务奖励 未知 蓝龙母亲刚铲下龙蛋 就想要把他当铲 只因他的出生低误 刚怀龙仔 就被小三赶出家门 咦 这是什么 原来是一只小黑龙 你来这里做什么 前辈 我听到了龙吼 所以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我确实有一事相求 我要你毁了我的孩子 什么 你该不会是机械卓变的吧 一个母亲会忍心求别人 杀掉自己的孩子 我绝不能让我的孩子 落入机械爬虫手中 让其一伤受辱 请求你砸碎龙蛋 吸干净龙蛋内的精华 这算是我给你的报酬 好 我答应你 快点动手 机械爬虫快要破开防御了 林星辰用龙爪刺破龙蛋 随后大口唱 龙蛋内蕴含的强大生命力 使得林星辰的体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 达到五米之后 小坤是最终也迎来进化 丁完成任务 毁灭任务奖励 混沌龙骨 换骨成功 力量加实 体质加实 敏捷加实 孩子 去裂缝中藏好 机械族离开后 你就去北方 如果我还能活着 我会去找你 要小心啊 我等着你来找我 你们不要妄想得到我的孩子 就算毁灭也不会让你们得偿 你们不是要去吗 进去吧 龙蛋碎裂了 车 快折 机械爬虫 你们必将迎接 蓝龙维拉的木火 十天后 林星辰一路北上 却在赶路的途中 发现了背里的凶兽 正要悄悄避开的时候 一只鼻子异常好使的袖鼠发现 一声尖叫响起 所有埋伏在附近的凶兽 瞬间将林星辰包围 小家伙 挺能跑啊 不过这次你别想再逃了 哼 能抓得到我再说 你敢对我出手吗 抓住他 不要浪费时间 机械族 你们再不来 我可要交代在这了 最终还是机械族 如期到来 没浪费林星辰的卖力表 看着奄奄一息的小黑龙 机械族怒了 红龙贝里 马上滚回你的火龙领 否则后果自负 这不是警告 重复 这不是警告 我上早吧 去死吧 机械族 贝里 你还要点脸吗 你对付我是咱们 龙族内部的事 现在你竟然在机械族的面前逃跑 简直是不要龙脸 哼 等到了火龙领 我再好好收拾你 红龙贝里 你只可自己离弃 否则我们不客气了 你们疯了 竟然敢对我使用地加 急进气 小黑龙不见了 快追 今天谁都别想走 酸山兽 希望你们不会令我失望 吓死俺了 这下应该没事了 你说这次烧煮会奖励咱们点什么东西 绝对是好东西 快走吧 这小黑龙可别死咱们身上 龙肉龙血可是好东西 不来上几口可惜了 爷 看他这样 来上几口估计就死了 被你们说的我都饿了 敢摔你龙眼 找此事吧 这条黑龙不准吃饭保险 还把房东家里的火山放 洗劫一空 气得房东 直接对他下达了江湖追上 是谁偷了我的火山矿 偷矿贼你真该死啊 丁 触发任务 壮年体红龙的怒火 骚年赶紧跑路吧 那么的 不是你让我吸收火山矿的吗 撒到头来 用火让我扛 都给我去找 必须把偷矿贼给我揪出来 老东西 谁叫你儿子三番两次针对我 老子现在只是拿点利息 等你黑龙爷爷成长起来 再回来收本金 丁 发现地下族 触发任务 赢得地下族部落的尊重 老天爷啊 完了 虚龙发现咱们的栖息地了吗 邪恶的黑龙 你来这里想干什么 纠正一下你的称呼 我是黑龙林星辰 不是邪恶的黑龙 尊敬的黑龙先生 我是地下族 丸石部落的族长 西斯格林 您叫我西斯就行 请问您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啊 你一个男的叫西斯 好恶心的名字 啊 赢得懂 我们是不会屈服你的 经过双方友好交流 最终丸石部落 拿出了丰盛的食物 热情地款待了黑龙 在交谈过程中 临心沉得知 丸石部落 曾经也是相当强大的存在 可如今却落得这般气体下 被凶手追着驱 只能憋屈地归缩在这小小的坡落 我可以帮你们杀掉狼群 呦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这就给你带路 狼群就在那里 好 我去杀狼 你自己保护自己 黑龙你是谁 我怎么没听说过你 狼崽子 怎么跟高贵的飞龙说话呢 给老子滚过来 丁 装逼成功 天赋点加二 这也行 天赋点达到十点了 给我提升敏捷天赋 丁 敏捷天赋提升成功 当前等级终极 天赋效果 被动增加三分之二敏捷 龙崽子别嚣张 啥啊 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丁 完成任务 赢得地下族的尊重 这就完了 奖励呢 难不成奖励 在玩石部落里 感谢你 我们的朋友 请接受我们 玩石部落的友谊 林星辰也没把矮人 阻挡外人 直接说明 自己需要大量 稀有矿石提升实力 西斯没有任何犹豫的 直接叫人 把所有的稀有矿石 都拿了出来 我们部落太没落了 现在部落里 只有这些图属性的灰烟 兵 吸收灰烟 体质加七 图属性 抗性加九 我体内的精确 对你们有用吗 来吧 用我的血 提升你们的实力 我可不想 朋友的部落消亡 矮人族身为专业的矿工 仅仅用一点血 就能换来一个部落 自己源源不断地提供矿石 而他的精血 只需多吃些食物 便能补充回来 对于林星辰而言 这笔买卖 简直不要太划算 从这里就能回到地面 可以直接进入 北方龙族的地盘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我有时间 就会回来看你们 要是有事 就联系我 丁 触发任务报仇 沙姆之仇不共戴天 任务要求 击沙沙姆真凶 任务奖励 未知 任务实现 三年 报仇那是必须的 但你们的就给三年时间 是不是过分了 只要老子能飞行 干掉十五米的贝里 倒是没问题 贝里老爹 可是四十米的 壮年体巨龙 这也太难为龙了 龙城居然是 一座悬空的城 这手笔可比 那个什么机械族 厉害多了吧 我妈死了 被一头红龙杀的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可惜我们黑龙 不是红龙的对手 你要学会隐忍 知道吗 不是吧 大叔 你做龙的节操呢 哎呀 孩子你现在还小 赶紧进城 去龙福园登记去吧 那里是失去 长辈的龙族带的地儿 能让你一直 待到成年体 说的这么好听 不就是孤儿院吗 林星辰刚踏入龙城之内 便完成了系统发布的任务 获得五十天赋值 和大量属性 血脉等级提升到了八比中间 身躯瞬间暴增 从六米长到了七米 那家的毒包子 黑龙崽子 第一次来龙城吧 你在狗叫什么 告诉老子在哪登记 丁 装波一成功 天赋值加五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装逼为你飞起来 好了 别闹了 小家伙过来我这里登记吧 你是谁家的孩子 住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家 第一次来 我妈死了 我要去龙福园 登记完之后 林星辰得到了一张龙城地图 扭头就溜了 有点意思 老大 我们跟上去看看 黑龙崽子 身上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拿出来交换 跟你们有关系吗 小家伙还是这么运气 等会我看看 你是不是还能这么硬 走吧 小崽子们 有新客人到了 还不来迎接 这家伙 打五塔 一龙鲸 打残 二龙鲸 谁来 我来 都给我让开 你算个屁 我 谁敢抢我的龙鲸 你们都不要争了 一起来吧 恕我之言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丁 装波一成功 天赋值加五 这什么给你脸给多了 盘他 出去了 大哥 我们要不要去救他 他会被打死的 然而 就在这黑龙大哥犹豫 是不是要救灵星辰的时候 形势发生逆转 所有哭向素质黑龙的右身体 巨龙被扔的倒转 快 大家一起上 远这些孙子很久了 终于能动手做他们了 过来 还有谁 丁 震设全场 天赋值加十 留了 留了 你们 给我过来 刚才你要做什么 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失手杀了他们 龙城内不可以互相残杀 林星辰看得出来这些黑龙 没有跟那些魔法龙同流合污 也没为难他们 你们 去揍他们 揍了以后跟我 呃 怎么 都不敢吗 菜 就多练 龙服员是孤儿院 但却不是福利院 每天龙服员都会得到相应的任务 完成了任务 众多孤儿可以得到相应的资源 这里的规矩是谁定的 咱们这里有三巨头 规矩是他们定下的 分别是一只金属龙 一只钻石龙 还有一只一种 那只一种的实力是公认的最强 很好 你以后就叫龙大了 现在带我去找那三巨头 还有你们自己排个序列 这样好人 老大 咱们先去找谁 哪个最近就去找哪个 金属龙属于巨龙中的力量担当 却没想到 那边 网逼的金属龙 跟着他混的小弟们 直接被收编 跟在黑龙队伍后面 这玩意到底是什么怪物 竟然会这么厉害 这就是钻石龙吗 长得不拎不拎的 黑龙 你要做什么 听说你排行老二 咋的 你还想干翻我不曾 灵星尘飞身一阵 看到钻石龙无法 钻石龙因如要的钻石灵甲 根本挡不住灵星尘的龙肠 身上的钻石灵片掉落一地 混沌龙骨居然不能吸收 这些钻石灵片 真是浪费表情 要打死哥 黑龙 你们是活得不太烦了吗 哼 沉浮 或者死 叮 装波一成功 颠覆直加十 眨眼间 两只伸长不到神里的右身 是有多致的 他们的攻击是大狗 两条龙吻 跟两个龙星尘一旁 不断的竞争最高 这两个异种真厉害啊 啊对对对 看起来这家伙是不服啊 竟然还敢骂我 等老子收拾完 这个第一巨头 再找你算账 停手吧 我承认你很强 我可以让你坐这里的手座 你说停就停 真是天真 战斗 爽 突然一股黑暂的气息 林星尘竟然感受到了血脉 因为这个气息的降临 林星尘被迫停手 呦 居然林阵突破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 我谢你妹 你特别要把老子的计划 全部打乱 老子不敢你就已经是 最大的人子了 黑龙 火克拉克等你长年的那一天 那将会是你的死期 该走的已经走了 从今以后 这里我说了算 还有谁有意见吗 小家伙们 闹完了就该去做事了 否则今天没有饭吃 是 大人 我们知道了 马上就去做事 小家伙实力不错 继续努力 他是谁啊 他是人宝前辈 对咱们还挺关照的 老大你可别惹到这位前辈 他跟其他的魔法龙不一样 哦 你 小金 以后你就做黑龙 以前做的事 刚才你这货 不是骂我是一种吗 行啊 小伙子 那脏活累活 都成包了吧 啊 不要啊老大 老大 就他自己的话 恐怕不能完成任务啊 什么任务 丁 血脉值已满 触发血脉任务 击败成年体金属龙 任务奖励 血脉等级提升 那个谁 小金你给我过来 老大 您找我 问你点是 有没有认识的成年体金属龙 女的也行 有认识的呀 很好 你先去联系 成年体的金属龙来找我 这不能勾啊老大 你放心 我绝对没有人和要找你报仇的意思 您做老大 我小敬服 想造反啊 让你找你就找 哪那么多废话 布老 你给我滚出来 你刚才说什么 有种再给我说一遍 我让你滚出来 我老大说要敢犯你 跟我走吧 老大 成年金属龙 我给你带来了 他叫布老 跟我之前有仇 你老大哥哪呢 你瞎啊 这么帅的黑龙 在这你没看见吗 什么 我竟然在力量上 输给了一个幼身体黑龙 开玩笑呢吧 真是若鸡 哈喽 嗨 就多练 兵 完成血脉升级任务 血脉值清空 血脉等级提升 力量加20 体质加20 允捷加20 精神加20 瓦矿龙 瓦矿魂 瓦矿刀是龙上龙 嘿咻 嘿咻 老大需要大量矿石 咱们兄弟一起加油干 有老大罩着 咱们到哪都可以横着走 这不是龙服员的那些小崽子们吗 这可都是免费的劳动力啊 把他们全都带走 算了 不能太过分 只把最弱的黑龙带走就行了 喂 你们这群黑龙崽子们 全都跟我们来 你们这群低贱的黑龙敢无视老子 老大跟咱们说过 不要去欺负别的龙 但只要别的龙敢欺负咱们 那就干特么的 直接打回去 别管它是个什么品种 干就完了 你就打吧 老子骨头影 看我不割死你 以后谁敢欺负 我们龙服员的龙 就是这样的下场 给我记住了奥 被干翻的金属幼龙们没有就此认罪 他们开始四处号召 两天半内聚集了超过千只幼龙 其中有魔法龙 金属龙 钻石龙 甚至最后还有一只黄金圣龙加入 丁 触发任务 但凡所有挑战者 任务奖励 龙金十枚 呦 老大 他们带头的是黄金圣龙瑞丽 听说比克拉克都要厉害很多 这就怕了吗 黄金圣龙也是龙 老子照打不误 你就是那只小黑龙 给你个臣服我的机会 是谁给你的勇气 梁静如吗 你个弱鸡 我头来了 请你们嚷一嚷 我们现在任你喂老大还晚吗 不晚不晚 来的正是时候 都到齐了是吧 那就开干吧 你们的事 两个带头的解决一下好了 不可发生混战 来维持秩序的壮年体巨龙都感到害怕 龙服员内已经聚集了人宝内超过90%的幼龙 这些幼龙要是出了点什么事 那可是人宝的巨大损失 来吧 瑞丽 我林星辰正式挑战你 出来单条 那你 这小黑龙居然有自己的名字了 能在幼身体拥有自己名字的巨龙 那都是被祖龙承认的存在 无一例外 都会成长为巨龙一族的中流砥柱 哼 我瑞丽 接受你的挑战 等我把你打趴下的时候 你可不要哭 也不要喊着回家找妈妈啊 兵 装波一成功 天赋直加十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装逼我 你飞起来 你行不行啊 气高 摩擦摩擦 是魔鬼的步伐 丁 完成任务 但凡所有挑战者 获得奖励 龙京加十 我的龙京呢 你不会把我龙京给贪了吧 丁 奖励已发放至随身空间 请自行查看 都散了吧 你们以后少来龙徒员闹事 都看见了吗 黄金圣龙也没什么可怕的 敢得死 又揍他压的 这下没脸见龙了 经此一战 后边赶来的黑龙 直接把零星辰当作偶像 黑龙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然后他们挖起划 更加爱 丁 触发称号任务 被签名手下拥护一年时间 任务奖励 龙主出击 龙主称号 看上去很高端 但是要维持好现在的小团体 依靠威望 不是长久之计 必须有利益关系才行 要怎么办才好呢 你好 龙大 小金 小钻 交给你们个任务 去找玩石部落 商议与龙族做交易的事情 是 也是 爸爸 我不是你爸爸 叫我呆地就行 就在刚刚北方龙城 开启巡猎比赛 林星辰刚出台宋镇 就看到一群十年体巨龙 在围攻一只魔兽 我累了个斗 我居然看见 活着的霸王龙了 老大我来了 走 跟我去收个宠物玩玩 神宝龙服务员 林星辰 你来做什么 这家伙归我了 你们可以滚蛋了 兵 装拨一成功 天赋值加二 天赋值 恰好达到一百点 林星辰 直接升级力量 如今天赋 原本一百九十点的力量值 经过天赋提升后 瞬间达到 灰龙崽子 想抢夺我们的战力品 你是要对我们宣战吗 脚筋 干活了 老大 都这节骨盐了 还敢活呢 哪来这么多废话 快给老子挖石头 你脑袋那么大就行 越多越好 老大 给你石头 对 请叫我永春 专问 不错不错 可以收下来 当宠物 你叫什么名字 可以 收老子当宠物 你知不知道 老子那可是一只没手 是会盆活的那中 要不是闲在手上了 信不信 分分钟 把你给扣成烧扣 算了 你以前的名字 不重要 以后 你就叫暴龙兽了 老大 不要啊 龙族警觉多正规啊 怎么可以浪费 在一只六五身上 如果您真的 把警觉给我 我奉你喂猪 住手 起来吧 我这里不兴这一套 瞧你这样子 也不能叫暴龙兽了 改叫战斗暴龙兽吧 嘿嘿嘿 有了本地生物带路 狩猎进城无意 要顺利的多 十天不到的时间 林星辰带着两个枪 横 赶走了N个成人 巨龙团体 成功地惹得天怒龙苑 你一个幼身体 跑来我们成年体的地盘抢怪 不是放压龙兽出来土火 就是自己扔石头 要脸吗 另一边本就在找林星辰的锐里 听说了他的所在地 立即带着半斤 来得真是晚啊 我都等你们两天半了 哼 上次摩擦我的杖是时候清算了 那你带这个废物来 是什么意思 我是他大哥 听说你们有仇怨 我顺便帮小弟出头 有毛病吗 靠 林星辰主动冲向锐里 而战斗暴龙兽 应该是站在冰面 口中不断喷补火球 以一战十五 却一点也不虚 战斗暴龙兽 那只小红给我留着 其他随意 OK 我挡住他 你们上 给我来 发生什么事了 这还上个屁啊 好都来不及吧 摩擦摩擦 是魔鬼的步伐 可恶 贝里 给我干掉他 听到锐里的呼唤 贝里只能硬着头皮溜过来 至于飞下来 贝里是不敢的 他也怕自己被战斗暴龙兽给撕了 哟 这不是贝里吗 几天不见 这么拉了 你确定不下来 跟我谈谈心吗 可恶 这才过了两个半月 这家伙怎么会成长到如今的地步 我就不下你能咋的 哼 不下来是吧 小金 干活了 来了 干了 凌星辰 你要搞了他吗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给我住手 呵呵 你救不了他 我妈死了 你爹杀的 现在你来替他还债吧 大仇得报 血脉等级提升到七品出击 从右身体 进阶到了成年体 丁 完成血脉任务 觉醒七品 血脉天赋 混沌吐息 机械族 叛逆白龙 你们这是疯了吧 敢闯入我们龙族地盘 白龙被称为龙族的耻辱 他们叛变了巨龙一族 主动加入海族行列 是被祖龙唾弃的存在 这片空域已经被我们屏蔽 你救不了那条黑龙 今天他死定了 守护这片区域的风龙大龙 赞心对机械部的机器发动攻击 为龙族的小家伙们争取时间 啊 发生什么事了 我勒了个乖乖 小金 战斗暴龙兽 快跑 你们的 都这时候了 还来捣乱 那就不能怪哥哥 不客气了 快跟我们走 我们为你开路 你是我们龙族的希望 你要活下去 如果我们死了 以后记得要帮我们报仇就行 林星辰心头一暖 巨龙一族内部虽然也有争斗 但是在对待外族的时候 他们却是同心协力一致对我 小金 战斗暴龙兽 你们俩往相反的方向跑 要活着 OK 从现在开始 你们听我指挥 我可不想以后为你们报仇 有仇 你们还是自己报吧 有我在 你们就别想对他们动手 把他们全部杀掉 他喵的又是我 老子是遭谁惹谁了 但是在外族面前 五只黄金圣龙没有选择逃跑 他们围成一个区 迎战来犯的金蟹 眼看五只黄金圣龙小宰子保护住 风龙大了 在空中被气笑了 这仇可结大了 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这么大的冲突了 看来你们是真的忘记了巨龙的怒火了 这苗头不对啊 这些机械族的飞行器 连个进气都没安装 怕不是有什么阴谋 咱们不能久留 林星辰 快走 现在不是杀敌的时候 刚解决掉 我猪龙的黄金圣龙那些飞行器 带着大杀器 很快追了上来 林星辰察觉到了锐绿等陨路的气息 血液中仿佛有道声音在哀你 这是源自于血脉中的仇恨 你们前头带路 我来见后 看着他 他要是封魔了 就强行带他走 哪怕是死 此时林星辰大量使用精神 化作龙行虾色 一顿操作猛毒 一点都没有要停歇下来的意思 不行 今天说什么都要弄死他 西德 你还不出来 马上去干掉那小黑龙 西德 你个逆种 可我拦住他 背叛巨龙的西德 原本红色的身体此刻 以极快的速度转变为白色 被定为逆种 是你自己该死 你不该逼我出手的小东西 可笑的东西 就是你这个家伙杀了我的龙妈 迟早我会亲手宰了你 西德没有废 以龙气催动龙女 我一将落 这一刻 保护陷入了死局 林星辰 快跑 我们帮你打仗 呃 西德 握着你先人 非亲非故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记得 有机会 帮我们报仇 还能逃得掉吗 难道要死在这里了 我不甘心啊 老大 这边快来 哈 哈 静啊 去地下空间 怎么都比死在这里强 至少去了地下空间 还有一线生机 老大快走 这里我们顶着 你们拿什么顶 还是生命骂 分开跑 不要跟着我 带着战斗暴龙兽回龙城 我不会那么轻易死掉的 那老大 你要小心啊 傻龙 走了 老大可不想看见你死 希德老贼 有种来追我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装逼为你飞起来 小崽子 我看你能逃到什么时候 过来 过来 咱们快走 回去给大佬报信 希德追了五天五夜 此刻已经累得 无法拍动赤膜 菜 就多练 老鬼 两年半内 我必嘎你 小崽子别做梦了 你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不过或许你以后 都不用走了也说不定 哥哥我都猛逼了 飞了五天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你们机械族 能那么快找到哥 什么 我儿子呢 我儿子怎么了 不要紧张 那小家伙已经逃进了地下空间 人宝地宝已经出动 那些家伙既然掀起了战争 那就要承受后果 我不管什么战争不战争 我只要我儿子回来 我们天宝为什么不去救他 我已经承受过一次失去孩子的痛苦 不想再来体验一次了 孩子 事情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 你们不去救他 你们不去救他对不对 就因为他是黑龙吗 哼 我的孩子 你们不去救他 我自己救 天宝宝主真的就不管林星辰了吗 如此优秀的小家伙为什么不救 我只说一件事 你们可以派遣任何B级以下的力量 去追杀那个小家伙 如果你们出动了B级 或者以上的力量 整个北方将没有任何一个机械族 马上把所有B级力量全部调回来 你好 尊敬的黑龙大人 不知道我们部落有什么能够帮助到你的 老人家 你们部落有避难的地方吗 他是不是已经知道 有大半的族人都躲进避难洞中了 他是要灭掉我们部落吗 没有 我们部落没有避难的地方 有避难所就马上带人躲进去 机械族来了 是来抓我的 别连累了你们 检测到生命级下 前方有矮人部落 去问问 矮人 这几天 你看到过有成眠体黑龙经过吗 你见过 说在什么地方见到的那只黑龙 一群垃圾 别找了 你龙爷在这 黑龙 真是他 上边已经交代 不需要抓住黑龙 只要是遇到他 那都是大功一件 都分散开 马上上报这里的情况 队长 还要跑 尽力阻拦 尽力阻拦 小心躲避他的土西 防御禁忌时刻准备 不要尝试进攻 两分半后 林星辰找到了一个远离矮人部落的欧洲 当机械族的飞行器跟随进入盆地后 林星辰立刻发来 兵触发任务 摧毁C级飞行器 任务奖励 血脉值加10 龙骨进化度加10 机械族的C级力量对应的 可是魔兽这个级别 C级飞行器的战斗力 跟希德都是一个档次的 这个压力有点大了 这条蓝龙刚产下龙弹 就把龙弹送给黑龙吸收 把黑龙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 得知儿子被机械族追杀 立刻摇龙攻打机械手 如今生死未卜 叮 触发任务 解救维拉 任务奖励 未知 任务倒计时 10天 老大 你还活着 太好了 你压得会不会说话 盼着哥死呢 谁知道一只叫维拉的 壮年体蓝龙吗 我知道 他是属于天宝的壮年体蓝龙 但不知道为了什么 出现在了机械族三号城 随后龙大把自己知道情况 全都告诉了林星辰 人宝与地宝 他们就一直有私事 对二号城 同学院宝这边也派遣了巨龙去三号城 本来天宝是没有参与这些事的 但维拉却主动站了出来 去了三号城 我要去三号城 从什么地方去最快 老大 跟我来 让你们离开你们不走 现在都不用走了 正好试试我族新研究出来的战争戾气 这就是你们抓巨龙的最终目的吧 对 我们已经研制成功 他们的实力 可不比你们弱 哈哈哈 你们可以放心去死了 这个时候 龙城那边可没有时间管你们的死活 杀了他们 等一下 啊 蓝龙维拉 你要做什么 那只黑龙 你们抓到了吗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那只黑龙还活着 不过他能活多长时间就不好说了 好了 该问的你都问了 到底想干嘛 没事 知道我儿子还活着就好了 来吧 继续 你特么这是在玩我呢 在钢铁巨龙的横冲直撞死 维拉他们被逼腿 只是一个罩子 就已经有巨龙受伤 滴滴龙血在空中飘落 呦 一定要数据记录好 这些巨龙也全都要给我留下 他们都是很好的研究材料 钢铁巨龙的防御 拥有罗法秘密的手段 任何龙与罗法 生机在他们的身上中里 就战断了 第一只巨龙就身有 这些巨龙也太倔强了 死都不能安心的去死 非得玩这种状态 我们还等着得到你们的尸体 进行研究呢 全部杀了 不要给他们自杀的机会 我看谁敢动他 孩子 不要过来 你快走 维拉阿姨 你没事吧 不要燃烧容器 不要 你过来干什么 你走啊 快走 维拉阿姨 你没事吧 长大了 可就是脑筋不太好使 你来这做什么 知道你还活着我就已经满足了 你不该来的 我来救您 傻孩子 真是傻孩子 好一个母子行身 维拉 如果你主动投降 我承诺会放过这黑龙崽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老狗 谁给你的勇气开口 小黑龙 我奉劝你 想要活命 就听维拉的话 你依仗的就是 这些破烂东西是吧 冰吸收合金类能量成功 力量加三 体质 加三 敏捷 加二 这钢铁巨龙就是一栋充电宝啊 这要是全都给吸了 那岂不是美滋滋 怎么回事 这钢铁巨龙是豆腐渣做的吗 快远离那条黑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